放弃三甲豆的檳榔園 放掉赚钱的机会 无忌待不后悔 他感恩慈悸 在九二一那年的帮助 让受灾的他有了全新的人生 大纸头 还有一个主材是怎么做 我们会变成这种 变成都不一样 什么都会 讲话 讲话也是很粗糯的 懂得缩小自己 说话声色柔和 跟从前判若两人 无忌待说家传槟榔事业 他十三岁就会吃槟榔 也有喝酒习惯 因为要搞槟榔 要去吃架 或是什么 去家的肉 改掉所有恶习 脱胎换骨 人生从头再来 无忌待真正发挥了生命价值 大约新闻 真善美志工失精于菜凤保皇南洋 南投报道 当年九月一帝 当年九月一帝 请客与一帝 地图 架礼